大家好,在这最后一节中,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汉语语音练习的形式,以及在课堂上如何实施。 语音练习的形式其实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听的形式,一类是读的形式。 在教学中,这两类形式往往是交叉融合在一起进行的。 我们先来例举一些语音练习的形式。 第一种形式,朗读音节的练习。 我们在第一节介绍语音教学的原则时,就提出语音练习要有层次性。 朗读音节时,一般先从朗读单音节开始练习, 然后朗读双音节和多音节。 朗读音节这种练习形式,既可以是只看拼音朗读,也可以是看图并朗读相应的拼音。 比如,这种练习形式。 这种练习形式可以让练习者在练习发音的同时,也了解所发出的语音的含义。 朗读音节还可以是对比性练习。 比如,这里所展示的这个练习,其目的是帮助学习者区分波和波这一对送气音和不送气音。 我们再来看,这也是双音节的朗读,但这个练习的重点则是在声调组合上。 第二种练习形式,听力与朗读相结合的练习。 在语音教学阶段,朗读练习应该与听力练习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帮助学习者真正掌握汉语的发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除了像这样听遍音节的练习以外,我们也可以提高听力练习的层次性,加大听力的难度。 将要听遍的音节放置于语句当中,这样也可以使听遍练习变得更加有意义。 请看。 第三种形式是交际性的对话练习。 这样的练习形式可以让单调机械的语音练习具有一定的交际性和趣味性。 比如,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如何在课堂上检查学生的练习结果。 口头朗读练习可以通过教师的听来检查学习者朗读的如何。 那么,听的练习该如何检查呢? 怎样才能及时地得到学习者听的反馈呢? 教师对学习者在课堂上听的结果的检查是可以通过直观的有效的方式来完成的。 比如说, 该练习既是朗读练习,也可以作为听辨的练习。 在进行听辨练习以前,教师可将两列音节分别标上数字1和2。 然后,教师加以示范,也就是说,要让学生知道在听到某一个音节后,要判断出它是哪一列的,并说出对应的编号。 这样就可以及时检查到学习者听的结果了。 虽然语音教学阶段,学习者的汉语水平几乎为零,但我们提倡教师尽可能地通过体态语和有效的手段来发出指令进行教学。 无论是在目的与环境里,还是在非目的与环境中,教师都要尽量少使用学习者的母语。 汉语音教学因其所处的教学阶段,及其所面对的学习者的目的与水平,增加了教学的难度。 作为教师,需要具备充足的汉语语音知识和深厚的教学功底。 不断地探索和反思,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语音教学效果。 谢谢大家。